没去关注身后跟随之人,许清背着雷队一边前行,一边取出皮带里的白丹,给他喂了下去。 或许是白丹的作用,也或许是七叶草的功效,渐渐雷队的面色没有继续清黑。 只是其体内的意志太过浓郁,一时之间以许清如今的白丹,还不够将其彻底压制。 所以还是处于昏迷之中,显然这一次禁区之行所经历的一切,对他影响很大。 于是,在这深夜里,在回去的路上,当许清再次遇到了几个被迷雾困住,处于绝望中的拾荒者时,以白丹为代价,许清允许他们跟随在自己身后,听着脚步声前行。 当然,其内还是会存在不开眼之人,但这些人最终都成为了许清身后那些跟随者庆幸的参照物,也使他们对许清更为敬畏。 大都猜测出,他应该就是那种天生精神力强大之人。 因为唯有这种人,才可以在迷雾内,不受限制。 关于这一类人,许清之前就从《鸾牙》那里听到过,也是他最早为白丹救人时想过的,所以由此遮盖,不担心暴露自身的秘密。 而累积在一起超过了十例的白丹,也终于让雷队的面色有所恢复,从之前的青黑变成了青色,呼吸的力气也明显比之前更多了一些。 同时,许清也发现了来自影子的回馈之力,无法长久存在。 此刻随着他的前行,渐渐前方感知的雾气,不再如曾经一样透明,而是逐渐变得模糊,似用不了太久,就和别人所看差不多了。 好在这里距离外面已不是很远。 所以,事业虽开始模糊,但在许清的速度加快下,于天空的黑暗慢慢消散,出阳抬头,晨曦洒落大地的一刻,背着雷队的他,终于透过枝叶缝隙,看到了不远处外面的世界。 许清心情波动,身体一晃直接飞越边界,脉步中走出丛林。 踏过阴冷界线的一瞬,外面的风带着温暖的阳光,落在了许清的身上。 因光线太亮,他的眼睛不由地眯起,站在那边,深深地呼吸了一口外面的空气。 与此同时,他身后的那些跟随者,也在靠近边界时,纷纷视力恢复。 一个个带着九死一生的激动,全部冲出。 当踏入外界的一瞬,他们都振奋不已,有个老头甚至直接跪了地上,亲吻大地的泥土。 而此刻的他们,也终于看清了许清的样子,看清了许清背后背着的雷队。 前者或许不是很多人都认识,但后者无人不小。 所以当许清与雷队的模样,映入他们目中时,对于许清的印象也纷纷浮现。 小孩 雷队 这四五个跟随者,纷纷震动,但在许清目光的扫来中,他们本能地收声。 实在是一路上许清对于那些心怀歹意者的出手与冷漠,早已将他们震慑。 没去理会他们,许清收回目光,身体一晃正要直奔营地,可就在这时,远处有两道身影呼啸而来,飞速临近。 正是十字与鸾崖,他们已然归来,没有等在营地里,而是在外面交集地等候。 他们也已经商量好,若今天雷队等人还没出来,就要重新进去搜救。 所以远远地看到许清的身影后,二人全速临近。 更是注意到了许清背着的雷队,十字的眼睛猛地收缩,但下一瞬落在许清身上时,化作了柔和。 卵牙也是面色变化,杀鸡直接弥漫,扫向那些跟随许清出来之人。 这些人,一个个都呼吸急促,纷纷警惕。 与他们无关,也幸亏了他们,否则雷队怕是无法坚持下来。 许清开口,使卵牙杀鸡消散,那些跟随他出来的,全都松了口气, 看向许清时,除了敬畏外,也蕴含了感激,于是向他抱拳,各自离去。 他们走后,十字上前欲将雷队从许清身上扶下,但被许清阻止。 让雷队再睡会吧,我还可以。 许清深吸口气。 好,我们回营地,带队长去看郎中。 十字点头,取出白丹给雷队卫下,与卵牙一左一右陪伴,三人向着营地飞奔。 路上卵牙多次想要开口,最终还是没有忍住问了一句。 满鬼呢?血影小队是否还在追击? 许清沉默,半晌后轻声开口。 满鬼一话,战死。 这句话,让十字与卵牙脚步一顿。 神色漠然,他们哪怕已有心理准备,可目中还是悲伤渐浓,鸾牙更是有些失神。 直至许清的第二句话,让他们二人身体猛得一颤,刹那看向许清,带着无法置信。 血影小队,全灭。 许清低着头,前行中缓缓开口。 所以队长才伤势与意志如此严重吗? 鸾牙喃喃,似有了答案,可一旁的十字却神色有些奇异。 他觉得这件事,或许并非如此,于是深深地看了许清一眼,没细问。 许清没去解释,也没有说歌声的事情。 这是雷队的秘密,说与不说,他无法去决定。 就这样,三人一路飞奔,不久后回到了营地内,第一时间就前往外来车队中,这段时间名气很大的郎中所在之处。 雷霆小队的出现,使得那里排队之人,也都纷纷感受到他们身上的肃杀,看到了昏迷的雷队,排在郎中帐篷外,最前面之人立刻机灵地让出位置。 使雷霆小队众人,很快就第一个踏入到了帐篷中。 帐篷很大,弥漫了浓浓的药箱,里面除了一些衣着铁甲的护卫外,还有一个拾荒者正神色局促地看病。 为其看病的是一个轻瘦的老者,他身穿普通但洗得很干净的灰色长袍,脸上皱纹分布,可双目却极为有神,蕴含睿智,如星辰一样,仿佛能一眼看穿人心。 老者身旁左右两侧,分别坐着一男一女,男的是个与许青年龄相仿的少年,身穿蓝色的绸缎长衫,头发上还有一个黑玉发箍,腰部另有雕龙的玉佩垂着,金色的穗子散落在蒲团边缘。 少年相貌俊朗,全身整洁,只是此刻似有些没睡醒,一只手煮着下巴,一只手拿着一本药书,似没精神去看,不时打着哈气。 另一侧,是个十六七岁的少女,穿着一样蓝色的长裙,瀑布一般的长发下,是张标准的瓜子脸,肌肤雪白,面容秀美脱俗。 一双精亮的眸子,明镜清澈,灿若繁星,此刻注意到身边少年打瞌睡,他微微一笑,低头看着手里的要点。 只是在那笑容里,他的眼睛弯得像月眼一样,仿佛那灵蕴也溢了出来。 而在这一贫一笑之间,其身上的高贵神色,自然流露,让人不得不惊叹于他清雅灵秀的光芒。 这一对金童玉女,拥有拾荒者几乎从未见过的清零,使卵牙有些自残行贿,哪怕识字也都多看了几眼。 至于许清,他望着他们手里的药书,目中露出一抹羡慕之意,但很快就收回目光,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前方的郎中身上。 此刻那郎中对着看病的拾荒者交代了几句, 随着那位拾荒者感激地离去,他在身边的铜盆中清洗双手,抬起头看向许清等人。 目光扫过,先是落在许清身上,似有一些深意,随后望着他背着的雷队,缓缓开口。 把他放下吧。 许清不知为何,在这老者的目光下,竟有一些紧张,好似回到了贫民窟面对交书先生一般。 于是在十字的帮助下,二人将雷队小心地放下,使其平躺在老者的面前。 而雷队此刻也缓缓苏醒,看到帐篷后一愣,也看到了郎中与许清等人,刚要爬起,郎中老者淡淡开口。 谈好。 雷队点了点,很是恭敬。 白大师深深地看了雷队一眼,缓缓开口。 你最近的伤势不算什么,体内的意志也被压制下去,不算大碍了。 至于心神透支,显然近日情绪过度波动起落,伤了心脉。 这些加在一起,虽有些麻烦,可也还好,能医治,但这些都不是重点。 重点是你体内多年前的暗伤,你应该是早年被人废过根基,如今的这身修为,是重新修来的吧,能在根基被废的情况下,修到如今的程度,不容易。 只是这些融在一起,你已透支了全部,寻常的药食难治,老夫也无能为力,给你一副药,能治愈到什么程度,看你的命了。 但你切记,从现在开始,不能继续修行吐纳,否则意志再次增多引起暗伤复发,则,必死无疑。 百大师话语一出,十字与卵牙沉默,显然是知道雷队根基曾被废过之事,许清对此不知晓,看向雷队,脑海忽然响起了禁区那歌声中,那双血色的女士靴子。 就没有别的方法了吗?十字低沉问道,有,若能找到如天命花之类的天才地宝,自然可以再续一世命,这附近的禁区里,多年前听说就曾出现过一株。 十字沉默,鸾牙木中有焦虑,许清看向雷队,而相比于它们,雷队神色淡然,微微一笑。 没那么严重,都是老毛病,不打扰百大师了。 雷队说着,向着百大师一拜,招呼许清等人离去。 许清三人相继拜谢博大师,拿着对方给的药方离去。 只是,心中有事的许清,不知自己是不是错觉,他觉得自己在拜谢离开时, 百大师看向自己的眼神,带着一些审视之意。 一路上,雷队小队沉默。 回到了雷队的居所后,十字与鸾牙欲开口说些什么,但被雷队打发走了。 直至他们离开,雷队从屋舍内取出一些烟草,又从蹄袋里拿出一杆烟枪,塞入后点燃,深深地抽了一大口。 吐出烟气时,他长舒口气,望着许清关切的神情,挥了挥手里的烟枪,笑着开口。 在禁区里想不起抽,回来后抽一口真舒坦,这玩意比什么药都管用。 许清刚要开口,你今天想吃什么,我给你做一顿,陪我喝点。 雷队没让许清说出来,似乎他不想去听,许清默默地望着他,半赏后点了点头。 吃蛇 看了昨天的章说,大家很喜欢第十六章,谢谢你们的喜欢,这让耳根更有写作的动力与热情。